那接下來這一場呢是劉伯春 我們紅方劉伯春對上藍方是王文彥 那劉伯春是代表這個OECD合法格鬥的選手 那王文彥這邊是Five Station季棋戰 那過去呢拿過拳大運男子組這個散打的金牌啊 那就散打頂的選手啊 那劉伯春這邊喔 他最喜歡的選手是亞桑克萊 可是我們這樣打T拳 沒有啦 就是那個是劉伯春啊 對 劉伯春 對對對 他是散打也是全國散打的冠軍 喔 喜歡一個 亞桑克萊 亞桑克萊啊 喔 我們來看一下 啊 但是他穿的是不考的褲子 OK 我看一下 喔 兩個成功這樣子的 對 而且王文彥很年輕啊 也是蠻年輕的一個選手 欸 蠻散打的 對 蠻散打的 看得出來齁 就是在腿的這個控制度上面來說 好像雙方的這個轉速也還是蠻高的啦 但是進去的 應該說有效的命中 可能是接下來我覺得蠻值得觀察的地方 剛剛那個角度可能少到下檔了 那今天因為這個是try out嘛 所以雙方選手是帶著伯護 附近 然後雙方選手拿手的拳套還帶頭套 其實其實我們可以看算每個 運動隊的選手他 打法真的是不太一樣喔 像三打的喔 前腳會一直勾啊 對對對 然後比如說你會說 喔 突然一個high kick 剛剛high kick重頭 喔 對 剛剛這非常精彩的蘿蔔村喔 所以就是說他會有一個比較近的一個小碎步 踩的 應該說步距會比較低就馬上出腿了 然後泰拳的就不一樣喔 P拳的就不太一樣 所以這場很明顯 我覺得大家蠻值得觀察 因為待會有可能是不同的比賽 應該說不同的出身的選手會遇上啊 那會激發出什麼火花 我覺得蠻值得帶大家來參考的 我要這個突然前任 喔 但是因為不能抓腳喔 因為這不是 喔 你不是泰拳 也不是三打 那 不能抓腳 那這個部分就是也是 哇 這個剛剛是直接塞進肚子喔 剛剛很明顯現在 呃 劉伯順那個腹部是完全紅掉 那現在目前壓得 對 現在壓得比較進去的是王文彥這邊喔 劉伯順剛剛一種後退的勾拳喔 我覺得有幾拳有重 但力量沒有進去 喔 但王文彥我覺得他手要頂 要注意 他手放太低了 剛剛 哇 怎麼突然往 哇 勾完沒有重之後 衝進去是連續拳的往前壓喔 剛剛的左腿受到影響了 現在王文彥進去揍了 繼續壓進去打 繼續壓進去 看起來體能有點消耗蠻大的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現在目前節奏蠻快的 他沒有沒有 哇 突然一個 Question Kick 什麼意思 你測出來漂亮 節奏都要回來了 全球 哇 這一個 迎擊的左手 剛好是抓劉伯順衝進來的一個機會 往前戳就戳到 做完COMBO之後接一個 四拳就戳到 但真的比較建議 王文彥如果要打 這個我們踢成規則 手必須要等他搞一點 哇 這個又是一個 結結實實的一個中段踢 就是踢的啪啪做小 我們可以 如果透鏡頭可以看到 劉伯順的那個腹部 已經是 要多一點拳 突然還可以 王彥的手很低 對 應該是多一點 要去控 對 要去 讓他的這個 手 要把他拉起來 才有一些空檔 你前一腳踢他之後 後手就進去擋 是是 所以這一場比賽呢 很明顯喔 後面 比較年輕選手 王彥是抓到比較好的 一個表現機會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兩位三下選手喔 能夠拿出什麼樣的表現來喔 看起來前面是 應該是想要先測一下距離 嗯 王彥是 這個前段喔 白杰先生 抓的距離蠻不錯的 會 直接把 這個劉伯順給踩倒 王彥剛 哇 這個反針 漂亮 邊拳 可以看到其實 Fight Station選手很喜歡用反針邊拳啊 但他的 還是習慣右邊下潛之間太危險 這個事情 就是剛剛的這個問題 對 他大概往右側壓這件事情 對 如果對手 稍微提吸的話 對自己就會非常危險 而且 而且 如果我說我們拿 日本選手來講 他們很喜歡做 因為他們不會做殘炮做 西裝 他們是拳之後 突然拉一個西裝 稍微被他抓到一個 往下潛的時候 會直接 吃到一個起心 就直接要睡覺 你不能 你不能對方拳的壓迫大 你就往右邊躲 你用躲的 不是 因為吸很危險 但這一回合 很明顯白天的這個距離控制 對手 因為你前 會讓你這個對手 你有點難進來 那你進來的時候 他再去轉換成 像剛剛 比如說擠了後手 每個反擊就有效果了 沒錯 因為你不敢那麼冒然進來 哇 剛剛我們劉博森剛剛那個 兩個腹部踢的也是 蠻吃力的 有影響 受影響了 他現在中邊腿中的 在踢 劉博森的右腿在踢應該會有效果 你看 白潔森一直在做前瞻 喔 有被踩到 哇這一回合 劉博森可以看到 大概被踩到了 差4秒 現在這回合是 白潔森的喔 哇這不然抓腿喔 有中 有中 可能小韻 有有有 有遲到啦 小韻 這邊 距離不對了 看很明顯 挺好有點嚇壞 劉博森右中邊可以再出 喔 挺的明顯下降 兩邊挺的都明顯下降 出不了動作 白潔森那個掌握度還是蠻高的 劉博森 右拳完在左西會中 好 這個腹部 走右手 走右手 喔但你跟白潔森的問題 手太低了 右手右手 大概都已經掉到胸口一下喔 那劉博森應該怎麼說 先用手片一下之後再對 然後再拉一個 對對對 會左西會中 肚子啊 然後之後再去左 先把 對手 先把注意力 啊你看像剛剛右手的就有了齁 就先把注意力先把它讓他 注意到下面之後再做上段攻擊 或是你注意上面你做下面 因為他喜歡躲右下方嘛 這個部門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 這一下應該會中 那接下來是我們今天第三場 最後一場喔 最後一場 那當然就是說 希望以這個技術交流為主 是 不要說壓一波壓進去 那大家都沒得打 那這樣子也不是 我覺得這不是比賽喔 這還是try out 那希望說 還是把大家各自自己擅長的部分 能夠展現出來 那值得是我們今天前面都已經進行到29場了 那會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場 一個try out的一個對打 我們跟林丁城怎麼調整 然後劉博森 總編隊比你量級還大的選手 對 那剛剛林丁有一點可惜被量有點封住了 那劉博森剛剛前面喔 就是吃了蠻多 就所謂的距離控制 哇這個 右腿是直接睡著了 這恐怕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這腿一拉起來是直接斷線喔 哇這個吃到重擊了 好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讓這個劉博森選手 應該是要做一點恢復喔 要休息一下